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新闻内容 美国总统九日清晨前署拨款法案 美国联邦政府在结束数小时关门后恢复运营 2018年韩国冬奥会九日在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盛大举行 西雅图市法院将撤销大麻合法化前相关轻罪的判决 德国举行了年度环球电音零中立音乐节 30名年轻人体验在零重力状态下跳舞 网报全智龙是硕士学历为了延期入伍想尽办法 吴宗盛女儿报曾因拿不到周杰伦签名而被学姐霸凌 随着美国总统川普九日清晨签署国会两院通宵投票通过的拨款法案 美国联邦政府在数小时技术性关门之后恢复运营 这也是过去三周内美国政府的第二次关门 9日国会除通过可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3月23日的临时拨款法案外 还通过了未来两年的政府预算案 分析人士预计 国会两党将在3月23日前敲定未来两年预算的拨款细节 这也将令未来两年内美国政府不再有关门之余 不过最新预算案将大幅增加美国政府开支数千亿美元 由于预算案并不包括增加税收或减少其他开支的计划 因此分析人士认为这部分增加的开支将全部转化为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 进一步推高美国庞大的公共债务 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反对参议院就这项参加数千亿美元政府支出的协议进行表决 他说这将导致美国已经增加的联邦赤字暴涨 并使美国二十多万亿美元的国债增高 保罗参议员长时间发表激情讲话 拖延了参议院就预算案的投票 导致预算案因无法投票而错过最后期限 以致联邦政府数小时的关闭 保罗的反对引起来自南卡罗兰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姆的愤怒回应 他认为多年的预算限制制约了五角大楼和国内项目后 军方迫切需要额外拨款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8日一致通过台湾旅行法 下一步将送交参议院全体表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日表示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旅行法在美国国会属于具有约束力的法案 由美国联邦参议院两党部分议员2017年5月在参议院共同提出 此法案提及美国政策应该允许国安行政等任何层级官员赴台湾会晤台湾官员 并允许台湾高层官员进入美国 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及其他政府部门官员会面 据了解 美台断交后 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及国防部官员至今无法访问华府 美国过去曾派阁员访台 但通常避开敏感的台湾国防外交官员 多以商务、教育等方面交流为主 此次台湾旅行法称 美国国会认为自从台湾关系法制定后 由于美国自身对于台湾高层访美的自我设限 台湾与美国始终缺乏有效沟通 显著地阻碍了台美关系的发展 因此美国政策理应当促进美国与台湾之间所有层级的互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久日表示 上诉议案有关条款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 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如何通过实施将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局势造成严重干扰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我们敦促美方信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做出的承诺 停止审议有关议案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维护两国关系和台海局势稳定 2018年韩国冬奥会9日在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盛大举行 韩国人用两个多小时的开幕式向世界传递奥运精神的永恒主题和平 两届冬奥会三枚金牌得主周扬出任中国冬奥代表团骑手 韩国和朝鲜运动员共同入场 韩国著名花样滑冰运动员金炎儿点燃了烛火炬 韩国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中央 江源道上元寺那口近1300年历史的巨大铜钟 助力在静湖中 任凭沧海桑田似乎已沉寂千年 体育场内3.5万名观众排山倒海般骑声倒计时打破平静 湖面波浪化成的数字随之变化 当一切最终归零 一道光速从天而降 如银色的钟锤猛地敲响这口和平之中 和平之声响彻韩国 拉开了第23届平昌冬奥会帷幕 唱响平昌冬奥会的和平史诗 在一系列韩国传统文化的展示之后 运动员入场就坐 一场文艺体育盛会由此上演 在运动员入场仪式最末 东道主的出场时间 一男一女两名骑手共举朝鲜半岛旗 引领韩国和朝鲜两国代表团在传统民谣阿里郎的歌声中 共同入场 那一刻 全场起立欢呼 美国战机周三在叙利亚发动空袭行动 打死了至少100名政府军士兵 遭到了各国谴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在叙利亚的唯一目的是消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美国有线新闻网8日报道称 当地时间7日 美国领导的联军发表声明 联军在叙利亚戴尔祖尔实施的空袭 打死了至少100名政府军士兵 袭击事件没有造成美军方面的伤亡 据外媒报道 叙利亚外交部分别致函联合国安旅会 和联合国秘书长表示 美国方面为破坏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对恐怖分子直接提供支持的做法 是战争罪和针对平民的罪行 对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海瑟·诺尔特8日 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在叙利亚的唯一目的是消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诺尔特说 美国的目的是消灭伊斯兰国 这点众所周知 进入叙利亚是为摧毁伊斯兰国 这是唯一动机 与此同时 他指出 美国也是为稳定该国局势 使叙利亚通过日内瓦进程 从而走向未来的选举 中国云南突发了小型地震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看详细内容 中国云南西双版纳 当地时间9日晚突发地震 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报告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北京时间2月9日22时58分 在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市 发生了4.9级地震 震源深度12千米 据市民录下的地震视频显示 地震发生时有明显震感 许多家具摇晃 超市货架上的物品 也因地震摇晃掉落地下损坏 据报道 在两处受灾最严重的街区 一些房屋遭到破坏 然而交通和通讯在该线 没有受到影响 目前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传出 西雅图市检察官皮特·霍姆斯 将要求西雅图市法院撤销 大麻合法化前相关清罪的判决 并驳回之前被起诉的指控 前美国检察官杜坎在周四上午出版的《陌生人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 我亲眼目睹过药物战争 包括它对人们尤其是有色人种以及家庭的破坏性影响 人们的生活因轻罪而被毁 在我们的社区 有太多的人面临着巨额的法律账单和罚款 或者更难获得贷款、公寓和高薪工作 根据药物政策联盟的说法 在华盛顿因使用传播大麻而被逮捕的人数 在25年间几句上升 从1986年的4000人上升到2010年的11000人 共计24万人被捕 前美国检察官杜坎和西雅图市检察官霍姆斯 在周四上午10点西雅图南部的雷尼尔社区中心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根据新闻发布会声明表示 杜坎和霍姆斯的行动将有助于 为那些被刑事司法系统 有针对性的打击过的群体恢复正义 并使城市致力于消除种族差异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具体将会有多少轻罪被撤销指控 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了年度环球电音灵重力音乐节 3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飞上天空开音乐派对 体验在零重力状态下跳舞的难得经验 据德国之声新闻网报道 主办单位德国Big City Beats公司 租用了欧洲航天局的零重力空客A310飞机 让30名从竞赛中出现的幸运儿在高空跳舞 飞机在大角度爬升后 骤然减少引擎推力 让飞机急速下降 可产生短暂的零重力状态 这架专机7日共进行了16次这种抛物线模式操作 上面的人在4小时航程中共体会了5分钟的零重力状态 飞机上有专业DJ放音乐 另有两名专业太空人协助乘客 并安排一名医师待命 所有乘客安全下飞机只是有点反胃和脸色发白 这些乘客年龄范围在18到33岁之间 国籍包括美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 World Club Dom总共规划了15班零重力班机 每张门票6000欧元 据此前报道 这架空客A310飞机曾是欧洲宇航员的训练舱 培训他们适应太空无重力环境 这场零重力音乐会的现场音乐 由荷兰DJ阿明·范布伦和美国洛杉地DJ史蒂夫·青木负责 华盛顿及亚洲股市周五开始全面开低走低 美国股市各大指数再次大幅度下跌 星期五亚洲各大股市开盘后迅速走低 东京、上海和香港主要股市指数 在开市后短短几个小时内大跌4%左右 美国股市在星期四的交易中全面受挫 道琼斯指数一星期内二度狂贴1000点以上 跌幅超过4%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大跌近4% 股市大跌从上星期五开始 当天美国政府的报告称 美国经济今年1月创造了20万个就业机会 工资提高幅度是8年以来最高水平 这个消息被人们解读为通货膨胀压力将会加大 利率的上涨也可能随之而来 而利率上涨会直接影响公司的业绩 随着股市全面下行 具有指标意义的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却继续抬高 这将进一步加大利率上升的压力 股市分析人士说 未来一些日子里 美国股市会继续做出调整 在经济成长带来的就业利好消息 跟由此可能导致的利率上升利坏消息之间 寻找新的平衡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政治社会新闻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下回来再关注有娱乐主持人金明华 给大家带来的娱乐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是娱乐节目主持人金明华 接下来请收看USKN娱乐新闻 NBC综艺节目无限挑战节目主表示 有HOT出演的星期六星期六十歌手 三特级节目的录制地点 变更为蚕市奥林匹克公园 节目主表示 六六歌的公园将于2月15日晚七时 在首尔产市奥林匹克公园 奥林匹克场馆举行 据悉节目主开放公演申请后 申请人数在一小时内便突破了一万七千人 六小时更是超过了第一季六六歌的总申请人数七万人 而在一天内则超过十万人 由于一开始节目录制地点设定在了NBC电视台的演播厅 但由于场馆过小 可容纳人数有限 不受粉丝抗议 要求节目主更换录制地点 考虑到粉丝们的心声 节目主最终更换了录制地点 选用了更大规模的产市奥林匹克体育场 此外 HOT将通过无限挑战六流歌特级 睽違十七年重聚首 目前正在为公演紧张排练中 将于2月17日晚时时25分 24日晚时时40分播出 吹外批鱼勒表示 其下乐队D6的安可演唱会门票售清 5号 D6的安可演唱会 Everyday Six Final Concert The Best Moments的门票 通过票务网站Interpark进行预售 每场3000席位 共达6000席位的门票售清 为了回报支持喜爱Day Six的粉丝 Day Six将于3月3日4日举办安可演唱会 去年12月 Day举办演唱会 Everyday Six Concert in December 8000张门票售清 验证了火爆人气 而在随后举行的全国巡演 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即先后在府三大九两地举办公演后 Day Six将于本月10日在大田举办演唱会 另外在此次全国行员结束后 Day Six将于3月14日进军日本 韩国驻马达家师家大使林尚宇 近日在社交网站上呼吁 让Goal State成员李慧丽在平昌冬奥会上担任 马达家师家荣誉举牌小姐 对此Goal State的经纪公司做出了回应 韩国驻马达家师家大使林尚宇 近日在社交网站呼吁 让Goal State成员李慧丽在平昌冬奥会上担任 马达家师家队荣誉举牌小姐 对此Goal State经纪公司做出了回应 称李慧丽因为工作日程上的原因 无法担任这一职务 据了解 韩国驻马达家师家大使 最近在社交网站发文 希望曾在人气聚 请回答1988中 与马达家师家队举牌小姐失之交臂的李慧丽 作为荣誉举牌小姐 参加冬奥会开幕式 与今年唯一一名代表马达家师家 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一起入场 这名大使的提议得到了冬奥会主委会的积极响应 不过李慧丽的经纪公司下午回应表示 李慧丽因为工作日程上的原因 无法担任这一职务 2018平昌冬奥会将于本月9日至25日期间 在韩国江源道平昌举行 批评队长GDragon确定将在今年入伍 6日韩美Dispatch爆料 他为了能让兵役延到最后期限30岁 用三种方法将等待期间合法拉长到5年 据悉 GD2009年考上清晰大学现代音乐学系 但不久后就志愿退学 隔年22岁时考上国际网络大学 休闲运动学系 并于25岁提前毕业 照理说应该此时就得服兵役 但先少人知道 其实他还有考上硕士 2013年9月入学市中大学销售产业学科硕士班 2016年8月顺利毕业取得学位 此时他已28岁 在韩国满28岁后 学历上能延期的方法只有准备博士学位才能申请 只要提出申请书 最长可将兵役延期一年 除此之外 艺人能以公研、行程等特殊理由申请延期三个月 他2017年11月已申请过一次 预计今年2月中旬会收到兵役通知书 GD是否还能在延期入伍有待观察 PickBang太阳结婚后首次公开进照 吸引了众人视线 4日下午 太阳通过个人Instagram留言LatePost 并附上了一张照片 公开的照片中 太阳身穿Kelvin Klein最有创意的责任人 Ref Simons首次设计的2018年春季成三 因之煞爽 尤其太阳还附上了MyKelvin's的hashtag 参与了Kelvin Klein的一个campaign 引起众人关注 这次campaignOurFamilyMyKelvin 是因为众多著名的日文主人公参加而被人熟知 随着近日 Big Bang太阳和演员明孝林举行结婚典礼 而太阳打了此次campaign的头炮 意义非凡 另外 太阳13日与一连人明孝林三年热恋后 举行了结婚典礼 圈列又一位夫妇探生 五中线女儿铺曾因拿不到周杰伦签名被学姐霸凌 近日 Sandy在节目上谈到当初如何进演艺圈 Sandy透露 当初妈妈强烈反对她进入演艺圈 之后是通过王伟中才正式踏入 Sandy还表示 小时候随人福利很多 不过也得低调 因为容易遭到极度 Sandy还因为拿不到周杰伦签名照 被学姐霸凌 虽然新阿大有时也因父母的关系 享受到很多福利 但是还是会被大家用放大镜解释 Sandy说 虽然有心霸很好 但求学时期还是尽量保持低调 生怕被当眼中钉 更透露曾有学姐得知爸爸是吴忠献 当时旗下一人是周杰伦 向她索取周杰伦六张签名照 她回应 但我比较常看到小钟叔叔跟康康 对此学姐竟然不越大骂张话 让她感到很困扰 还珠格格时隔四年重会饮品 崇瑶直言这几年停播 都是因为余正当年的抄袭事件 崇瑶表示 当时由于余正抄袭的事件 这级余胡闹卫士有了嫌隙 她把还珠格格的版权也收回了 今年他们又找我 我说都在写书谈生死问题了 还有什么事会看不开呢 一笑敏恩仇 就再度授权给他们播放 2014年4月15日 崇瑶在花飞花物飞物官方微博 发表给广电总局的公开信 举报余正公说连城 多处剧情抄袭梅花烙 并列举了几个余正的抄袭案例作为证据 她恳请广电总局领导 即时停止播放《余正新剧公三》 并呼吁观众不要看余正剧 更称自己因为此事心如刀绞 已经病倒 2015年4月28日 崇瑶正式起诉余正侵权 同时对播出汤卫胡闹卫士 一同追究责任 12月25日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此案 法院判决公说连城侵犯了梅花烙的改编权 余正被要求向穷瑶公开赔礼道歉 五家被告则共计赔偿500万元 另外 此次还诸葛格格重播 也让网友掀弃一波火以沙 一些网友表示 过去不播的那几年 大家都十分的想念 现在才有了过年放假的滋味 电影《唐人机探案2》 粉丝见面会在杭州西西举行 主演刘浩然 孝阳 尚宇贤献身活动 《唐探2》将继续第一部喜剧 冒险悬疑的特点 讲述了刘浩然饰演的秦峰 接到王宝强饰演的唐人的结婚请帖 却在到达纽约之后 被唐人告知 其实是为了邀请他来参加世界名侦探大赛 受骗的秦峰十分愤怒 却被纽约警局刑警陈因送来的讯息所吸引 从而使得一行人被卷进一场连环杀人案的故事 此次唐人机探案2回归升级 主创们更是将罗奔进行到底 现场刘浩然表示 一些影片上映后都说过 多少亿后导演罗奔 主创罗奔 而我们的诚意非常满 我们直接在电影里罗奔 著名歌手拉纳·德雷 曾经在演唱会 遭到了疯狂粉丝的绑架威胁 但目前警方已经将 嫌疑人抓捕归案 据媒体报道 著名歌手拉纳·雷德 曾在演唱会前 遭到了疯狂粉丝的绑架威胁 但目前警方已经将 嫌疑人抓捕归案 在2月2日 德雷奥兰多演唱会前 一位名为迈克尔·亨特的男子 在自己的脸书发布了一系列帖子 表示自己要绑架德雷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警方宣布 他们已于周五晚上 逮捕了现年43岁的亨特 逮捕的地点就在 德雷演唱会的体育馆外 根据警方的声明 他们早就接到了 关于亨特可能绑架行为的举报 并且在周五成功实施了抓捕 被抓时 亨特手里拿着德雷演唱会的门票 身上还藏着一把刀 离演唱会举办地 只有一条街道的距离 可谓十分危险 目前亨特收押在监狱 他面临着持武器绑架未遂 未经允许追踪 并威胁他人的指控 德雷于周日在社交媒体上 和粉丝们报了平安 大家好 我现在状态很好 感谢你们的慰问 明天的巡演会继续 已经等不及见到你们了 关注朋友 以上是USKN娱乐新闻 欢迎回来 接下来再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今天的股价 油价 还有明日天际 欧阳 感谢收看今天的USKN新闻 我是主持人艾比 我们明天再见 by bwd6